就业问题让台东地区的青年人口流失 为了鼓励青年返乡政府成立了产销般投入大量资源 透过行销管道为红梨还有小米创造出更多的产值 鼓励原住民的青年返乡务农 不仅可以改善经济还可以进行文化的传承 过去因为就业机会的匮乏 让台东青年不得不离乡背景 到大城市去讨生活 近年来台东县政府与各乡公所为了鼓励青年返乡 投入不少资源在农村再造 并透过行销管理模式为原住民传统作物创造更多产值 以鼓励青年返乡不仅改善经济 同时可以进行文化传承 那就从这个文化产业产业文化的互换之中 交替之中把我们的青年会带起来 把我们的部落这个伦理建构起来 把我们的年轻人带起来 让他们真正的成长在山林野地之间 然后去认识我们自己 让他们在讲自己是言尊语的时候更有自信 这些产业能够文化化 产业文化化的部分就是要我们自己公所跟部落要努力的部分 是这样子 让我们一面做产业 一面把文化传承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年轻人回来 它在种植小米的时候 在森林野地 它就会用到母鱼 那传承母鱼的方法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 此外小米具有耐旱适应各种土壤的特性 而红梨具有高纤维与抗氧化的功用 具有美丽色彩的它 更博得古类红宝石的美称 不仅如此 产销般透过现代化的管理 生产出调酒用的小米基酒 红梨饼干等多样产品 让小米与红梨更具有竞争力 第二阶级加工的部分呢 就是研磨成若神花汁 若神蜜件 那小米呢 小米酒 小米糯米饭 或者是还有饼干 小米饼干跟红梨饼干这部分这样子 目前已经发展出来的产品这些 那未来我们还有面粉 红梨面粉 小米面粉 小米面条 红梨面条 那我们还有跟農场 農改厂合作 台中地区農改厂合作一个红梨粉 就是冲泡式的一个集农产品 目前大概四月份就会推出 现代化的管理与经营 为原住民传统农作 注入新的生命力与产品价值 不仅可以创造就业机会 鼓励青年返乡 以推动农村再造 同时帮助部落进行文化传承 记者许自印 金风箱报道